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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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今天下午见了这么多的朋友在这里面 我们这些朋友 你们是怎么来的 你们是乘的公交或者是地铁 有的朋友可能是开了汽车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工业化的科技时代 我们很多朋友到这里来 得到的第一个信息的途径是什么 是互联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通过现在的信息化的手段 来实现了我们了解信息的这一个途径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以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PPT 这个上面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讲的是一个 我们曾经的人生活在是一个 如歌的诗画的环境当中 那个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时代 在农耕时代里面 我们生活的所有的用具 我们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打造出来 用的篮子是竹子编的 用的木桶是自己孤的 我们所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 都需要自己的手把它打造出来 在打造的过程当中 古人们 他们在上面不仅仅制造的是工具 而且倾注了很多的感情 这些感情就物化成了一些美丽的外表 因此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多彩了 想想看 在工业化的时代里面 在流水线上面生产出来的那一些 机械的东西上面有多少感情呢 上面有多少可以美化的东西呢 除了你给它的是一个模型以外 其他的都没有了 所以在那一个手工时代 我们的艺术曾经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技能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技能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PPT 不好意思 我们艺术曾经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当在西方的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教堂里面也好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好 都是用艺术的手段来彩画的 在我们中国的生活当中 同样也离不开艺术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所有的形式都是以一种丝化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 丝钩产生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难道是一个我们每天低着头 看着对面不见人 看着我们手机的时代吗 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们需要一点点回归到艺术的时代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 从那曾经的生活方式以外 又回来了 我们谈到今天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艺术的性质 在任何一个时代 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 特别是那一个手工的时代 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是在那个时期 几乎是所有的最新的技术 和最高的科技的水平 都是把它运用在当时的那些造物当中 而那些最精美的造物 就是当时的那一个最精湛的技艺 和最精致的技术是呈现出来的 我们从这三个图片当中 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 都知道 中国的国家重器是青铜器 而青铜器当中的铸造技术 至今有很多是未解之谜 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带称之为铸 在春秋战国时候 铸国有一个致命的武器 叫铸钩 铸钩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用青铜铸造的 而青铜铸造技术 在当时 乃至于在现在 都是最先进的 现在有很多人 试图恢复那样的一个铸造技艺 但是那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谜 至今还没有化解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水平 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 难道在工艺美术这个领域当中 用那种貌似漂亮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方式 它的技术是绝对领先的 因此在手工业的时代 我们最美的呈现 我们最高的技术都奉献给了工艺 都奉献给了美丽 我们再来看 艺术究竟给我们带来那些什么呢 这个画面大家一定很熟悉 知道是什么画面吗 阿凡达的一个场景 阿凡达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 都看过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 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魔幻的 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世界当中是 请问大家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能够呈现这样的空间呢 只有艺术 所以艺术给人们带来的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 那么艺术不仅仅给人们 带来的是无穷的想象空间 同时它给人们激发了最大的是创造力 我相信到过迪拜的朋友 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建筑 这是迪拜最富有魅力的建筑群之一 一个是火焰 还有一个好像是体育馆 我们再来看 在建筑当中如果把外形 能够制造成这样 它除了想象力以外 还需要最高的技术水平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因为艺术给了我们想象 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呢 艺术的呈现的方式很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流行歌曲 我们也喜欢舞蹈 电影 其他的很多的艺术形式 那么在造型艺术当中 把形象用一种雕刻的手段 呈现出来的一种固体形象 我们称之为雕刻艺术 那么在雕刻艺术当中 出现了一个现象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往往对经常见到的事物 富于经验的那一部分 比较细以为常 也就是说 所有的比例关系 是我们的视觉经验经常接受到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很正常 很自然 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个比例 无限地放大或者数小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会发现这个世界 原来还有这么样的丰富多彩的场景 是我未曾所见的 创意 就是来源于对视觉经验的一种破坏 创意 就是对原有的固有的思维行使的一种破坏 创意 其实在造型艺术当中 就是改变形象的秩序 在改变形象秩序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艺术 是果核上面的艺术 叫核雕 而这种核雕 只有中国才有 那么 我手上拿的是两个核桃 这个核桃很大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核桃 这个核桃上面可以雕 很多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动物 不同的场景 我们称之于在这个 果核上雕刻的这一种艺术形式 称之为核雕 那么 其实 在核桃上面雕刻 已经非常非常容易了 我们最难的一种雕刻 是要非常的微小 因此 这一种果核的雕刻 我们把它称之为 微雕 微雕给我们的视觉 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进入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当中去 在这样的世界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不能够所见到的那种 苏维世界 苏维的世界 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 和对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我们再来看 核雕是怎么产生的 核雕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呢 我相信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对核雕这个品种一定不会陌生 为什么 在中学课本里面 我们有一篇 叫《河洲记》这样的课文 《河洲记》里面 就详细地记载了一位叫 王书远的雕刻家 在一枚长不迎寸的果核上面 雕刻了一个河洲 河洲上面有人 有洲 还有字 现在我们同学们 看到的这一幅图 是台湾故宫部务院里面 珍藏的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位 叫《陈祖章的河洲》 这个河洲完全依据的是明代时期 微书远写的那一篇《河洲记》当中 记载的内容进行复原雕刻的 大家看一看 它有多大呢 我的大拇指这么大 在一个大拇指这么大的空间当中 雕刻了这么多精致入围的场景 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当然我要解释一下 不能说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没有艺术家在果核上进行雕刻 但是只有在中国 把果核上面进行雕刻的这种艺术形式 发扬光大 而且成为一种独立的 可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 三年前 我在德国这个玉琼博物馆里面 看到了一枚樱桃核的微雕作品 这个樱桃核的微雕作品上面 雕了158个人的头像 樱桃核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 它要观看的时候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必须要用显微镜看 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 最细小的核雕雕刻 但是即使有这么精致的核雕的作品的存在 在艺术史上 也没有哪一位艺术史家 把德国或者西方任何一个国家 存在这一种艺术形式 作为一个标本写入到美术史当中 这是因为只有中国有那么多从事果和雕刻的艺术家 还有那么多的玩家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整个艺术的行列当中 微雕它非常的神奇 神奇在哪里呢 根据现在的文字记载 能够可以追溯的有效的历史是500年 那么这个就很好玩了 这个核雕它产生在哪里 产生的就是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苏州 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有效记载 指向的发源地都在苏州 那么苏州的核雕发生在哪里呢 在舟山群 大家知道舟山群在哪里 浙江有一个叫舟山的 苏州也有一个叫舟山的 它在琼龙山脚底下 名字 这个村庄的名字跟浙江的舟山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村庄当中 现在大概从事这一个核雕的工匠 有4000人左右 而且在舟山的其他部分 荒府地区 也密布着大量的核雕的工作人员 在舟山群 从事核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至少有200年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这是因为我在对这个项目进行专题研究的时候 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并且进行了一些 资地采访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这一套重书 《四月底即将面试》 讲的就是 舟山和苏州核雕的变化 核雕的历史 以及核雕的艺术 所有书籍当中 收集到的信息 都是在当地采集的 所有核雕书当中 附图的和掩饰的整个过程 都是在舟山群的核雕师傅们的掩饰之下完成的 我们来看 书作核雕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 它有哪些东西能够称为艺术呢 核雕首先是精细入围 刚才在体量上已经做了笔画 在如此小的体量上 能够呈现这么精彩的画面 不是光靠眼力 靠的是一种精湛的技艺 苏州的核雕不仅精致入围 而且非常的巧妙 它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当中 呈现出无尽的天地 在这样的小小空间当中 它能够用镂空的方式 圆雕的方式 把立体的形象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同样还可以采用浮雕的方式来进行表现 苏州核雕它不仅设计巧妙 它还玲珑剔透 玲珑剔透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能够把整个核雕里面的每一寸小小的空间 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核雕其实一去分成 虽然小 但是它小中见大 所以苏州核雕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种小中见大的艺术 小是刀尖 尖上面是个小 底下是一个大 我们看看小中见大的艺术 就发生在苏州 因为苏州这个地方 是能够润遇并且产生精致艺术的地方 谢谢大家